本地劳动力短缺 更多公司开始雇佣残障人士 为了打造更具包容性的工作场所 不少业者咨询社会服务机构 如何重新设计工作 以协助特需员工适应岗位 受访机构表示 尤其是在协力就业补贴推出之后 前来咨询的公司数量增加约一成 大华银行这间扫描中心的多个角落 张贴了彩色提示 他们除了美观还具备更重要的意义 在这里负责对文件进行数码化处理的员工 每八人中就有三人是残障人士 当中包括自闭症患者 而通过颜色分门别类 有助引导他们完成工作 公司也向自闭症资源中心等 非引力组织咨询 增设无障碍设施 协助员工更好的融入岗位 智障人士福利促进会 则根据市场需求 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培训并安排工作 同时为更多前来咨询的企业提供建议 机构也表示 有意同跨国公司合作 为智障人士创造更多就业机会